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腰椎滑脱疏后了 比如早期的康复了 就是刚手术完 我们一定要在床上翻身排背 就是克宿克坦 就防止肺部的感染 需要防止入床 防止泌尿性感染 而且要加强肌肉的训练 四肢肌肉的训练 为什么要肌肉训练 要防止下肢身境内血栓形成 因为现在好多卧床的病人 他肌肉的收缩减少以后 就容易形成血栓 下肢境内血栓 就引起肺酸 形成肺酸 危及生命 好在我们现在的手术 有坚强内固定 就是下地比较早 四五天就下地 这下地以后需要注意什么了 我们就需要少做 少站 少做身躯活动 就是要断练 适当的断练腰背肌 那怎么断练腰背肌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五点法 就是双侧的后跟 肘部 双肘部 头部 五点 挺腰断练 还有一种办法 我们就我们叫叶子飞 就是腹卧位 四肢后身 颈部 后身 进行叶子飞 这样就是 进行腰背肌的断练 当然那时候 断练的程度是怎么样 就是多大 断练好了 最后一句话 就生命这一用动 借口这一平衡 就是我们用动不能过度 一定会进行钢体 个体化的用动